你 我有那么好看吗 自灵 那你拍我干吗 我帮你找家呀 拍你的照片 你家人看到照片 就会联系我的 这样你就能回家了 别伤了你 别弄 给我 你看我这么近 你又想干吗 我什么都没想干 你别乱想 别乱想干吗 有问题 我觉得你有问题 你 您老实地告诉我 你该不会是什么 通缉犯 黑社会 违法乱纪 然后躲在我家 怕别人发现 你 如果我是通缉犯 我第一个就对你下手 毕竟你孤身一人 有袖子可参 你 你可别对我下手了 你要是对我下手的话 你那二十五万块钱 可就没有了 你钱都没有还完 那我怎么舍得下手呢 我会还给你的 不管多远 不管在哪儿 我都会把钱还给你的 只是我们现在 孤男寡女住在一起 实在是不方便 你就让我给你拍一张吧 看这边 坐过来 所以 你是真的希望我走 小白快过来 打开手电筒 好黑啊 快点 手机你不是有吗 对 不对啊 我记得我才交了电费的 你有收到停电的通知吗 前天晚上我在楼道里看到 他说今天晚上 会从九点停到十一点 因为电路维修 所以要暂时停电 怪不得 你的手链怎么那么丑啊 我手链哪儿丑了 你是八百多近视还是散光啊 那么丑的东西 干吗一直带着 这是我哥送给我的 可以过滤噩梦的手链 那都是骗小孩儿的 你要是不懂就别说话 看来你很在乎他 对啊 他是我最亲的亲人了 这是什么 他在这儿有噩梦过滤手链 不仅好看 还会吃掉你的噩梦哦 真的 反正一时半会儿也不会来电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对啊 从前有一位年迈的国王 他要找一个继承人 为此 他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叫到跟前 跟他们说 说我老了 我现在要把王位传给你们 你们三个要进行决斗 选出这个继承人 开始之后 三王子率先丢下了宝剑 他说 在两个个个之中 我的实力是最差的 也没有什么能力 能够继承这个国家 我选择放弃 现在呢 就只剩下大王子和二王子 在打斗的过程中 二王子的剑 已经擦到了大王子的脖子 但是他犹豫了 就在那一刻 大王子暗算了 然后呢 然后大王子就赢了 这个国王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自相残杀 他就赢了 国王奉行虎狼教育 连二儿子的性命都不顾 我觉得他压根儿可能就不喜欢这个二儿子 可能 他的出生就是个错误吧 什么意思啊 他是杨子 杨子 是杨子 你怎么啦 没怎么 你好像很有感触啊 以为我就是样子 逗你玩的 猪啊你这都行 行了 早点睡吧 我也回去睡 我去睡吧 你忘了拿这个 我觉得外面有事救我 能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有事你瘸着腿有什么用啊 好